嘉欣哥記得嗎 前兩天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了如果時間重回兩年前 他不會接防疫指揮官 因為他認為這個接這個害他滿身健拔 當然他說出這句話也被外界批評 是謝澤沒有擔當 你享受了指揮官的一個光環 現在被批評之後 他說他後悔了 那外界在想 如果以後他真的當上台北市長 會不會也後悔了 我覺得陳時中需要後悔的有很多了 這個渣男總是在隔天酒醒了之後 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說法 那你要知道 當初是誰騙我們什麼責任來 我就扛 他扛了什麼 現在證明他沒有扛 他自己都說過了 再來一次他也不會要接 好處你都想盡了 還記不記得陳時中端著紅酒 旁邊有長髮飄逸的美麗女子 幫他倒酒喝酒夾菜 然後他還能夠跟大財閥在那邊乾杯 人家那些大財閥大財團董事長 還要跟他立正敬禮 還要給他PLP 然後陳時中還可以跟女歌星 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陳時中是什麼樣的人啊 他不是責任來會扛的人 他是光環來他就要搶的人 陳時中愛紅行啊 陳時中連在陳水扁當總統那時候 他就當過這個衛生署的副署長啊 就是現在等同於現在衛福部的副部長啊 陳時中自己那時候就已經被大家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他那時候就已經有健保跟相關的這些給付的弊案了 然後官司拖了很久 最後說推不到他身上 官官相護 我們大家都知道會有這種結果啊 那你陳時中什麼都能閃掉 什麼好處都是你 你現在告訴我們說 再來一次你不要 陳時中 對不起 我們要跟你問一下 你完全不像這種人 因為你一點點權力抓在手上 你會發揮到極致 包括通過防疫特別條例的時候 在2020年2月25號 通過防疫特別條例的時候 那時候小弟在我們的中視的政論節目上 我就直接講了 防疫特別條例是不宣布戒嚴的戒嚴 陳時中從此以後揹著這個這麼大的上方寶劍 他愛砍誰就砍誰 然後當初我就問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負壓隔離病房夠不夠 一個是你不准人家那個武漢的血友病小弟弟直接回來 我說不人道就講這樣 我就變成陳時中 用防疫特別條例 下令警察直接扮我的綠色恐怖的 防疫特別條例的第一個人 連講這些話有這些疑問都不行 他要讓全社會知道 只要有人有疑問 我就解決有疑問的人 他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他要解決有問題的人 整個蔡政府難道不是這樣嗎 防疫特別條例陳時中告了多少老百姓 有多少人天天說 我又被社會違法了 我被防疫特別條例了 講錯一句話要罰幾百萬 然後只要不是你民進黨的朋友 只要沒有關係 找來你這邊關說的 稍微在防疫期間有一點點出了差錯 罰你幾十萬 然後你民進黨的誰誰誰 為什麼可以有特權 為什麼跑來跑去 然後不理就是不理 大家都還記得吧 這個人有一點點權力就會用到極致的 這個人能夠欺負人壓榨人 然後耀武揚威在那邊做威做福的話 陳時中是不會客氣的 陳時中照陳水扁講的那句話是絕對沒有錯 陳水扁當然是因為怕被蔡英文再抓回去關了 所以他批評完陳時中說 踩著一萬條的人民十級而上 這個話我想社會上是普遍給予肯定的 陳時中就是踩著一萬多條人民往上走 難道不是嗎 難道我們草民不能有這種認知嗎 還有連陳水扁講完這個話 隔天都要自己要認錯 要道歉說陳時中不是 他可能會是民進黨第二個台北市長 你就知道綠色恐怖有多可怕了吧 那今天陳時中是這種人 他要選市長 他要選市長的背後代表著過去這兩年多來 他們怎麼跟財團交心 現在選市長多少人抖內 多少人出錢出力 他現在是要幫整個民進黨的供應鏈 還有整個輔選列車 還有他們就像是電影讓子彈飛裡面的那種 官商勾結之後 魚肉香名的種種 陳時中是真人演出真人秀 天天就給你看 然後多難看他也不在乎 反正只要選舉的資金到位 只要能夠有話題 民進黨再醜都不怕 我們現在面對的 就是這麼一個惡劣的政治環境 我們看到的政治人物 天天出來教壞小孩 他只要講謊話 他自己交代的過去 網路上一堆網紅 對不起或許不該說網紅 應該說網綠 不是嗎 看你陳時中在那邊欺負老百姓 他還說 對對這個人應該罰 這個人應該處分 天啊我都不曉得他們這種 相信政府相信黨 難道是因為真的打了高端疫苗 就會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 的乖乖真了嗎 你要知道嗎 陳時中躲在特權保護傘 後面有多久 陳時中要做什麼你不能問 陳時中要講的每一句話 你也不必再了解 政府要你知道的會讓你知道 政府不讓你知道的你憑什麼知道 陳時中過去這兩年多 在防疫指揮中心表演的 不就是這些橋段嗎 然後疫情大爆炸了 他一個人拍拍屁股閃人 選市長開始接受 財團金主捐獻 陳時中他們不就在幹這個事嗎 沒有人看得下去 陳時中選台北市長 不但是侮辱台北人 跟全台灣老百姓的智慧 也是把民進黨自己挖洞活埋的 一個愚蠢的動作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 下次再見 吧 就可以了 水神 水神